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的带领 今天下午我们想一起来学习 患乱的奥秘 恳求圣灵跟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学习当中 彼此都能够得到造就 我们在训练的议会 我们在训练到我们 我们在训练的训练 都知道是一个人生的 很大的难题 在这个世界上 的确有很多不幸的人 他们正遭遇了许多不幸的事情 甚至于有的一生 过着不幸的生活 这是让人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 就在去年八月份 还有九月份的圣灵月刊里面 刊载了一篇很好的见证 提目是主是全能的治疗师 这篇见证就是一个佛生生的实力 就在台湾北部有一个教会叫做 分子委教会 有一个姐妹叫做周春江姐妹 她就曾经经历一段相当苦难的人生 在她还没有信主之前 她小时候全家都是拜偶像的 她是没有想到她全家却越拜越不平安 不只是晚上常常闹鬼 她有一个哥哥一直生病 后来她的哥哥认识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 这位弟兄就向她传福音做见证 于是她的哥哥还有她本身 还有她的一个弟弟三个人先一起到教会来 目到了一段时间觉得道理很好 三个姐弟就决心要受洗 结果没有想到在受洗前的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这位姐妹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魔鬼很不甘愿 每个晚上她都被魔鬼压着 没有办法闪过起来 甚至没有办法呼吸 感谢主这位姐妹很勇敢 结果她胜过了 当然受洗以后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想不到接着 考验还是接二连三的来源 就在她结婚以后 大概三四天 首先是她的婆婆病倒 她的婆婆得了重度的骨子疯狂症 所以没有办法起床 也没有办法上厕所 真的很辛苦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 感谢主后来借着祷告她的婆婆 但是好了 但是好了没几天她的婆婆开始变样了 常常无缘无故就骂她 甚至限制她的行动 连她穿什么衣服都有意见 原来才发现她婆婆本来早期就有邪灵在她身上工作 难怪她婆婆会无缘无故找她麻烦 甚至限制她不能开灯 晚上不能开灯 睡觉房门不能关 这等于是一种无理的逼迫 但是这位姐妹就天天必须要忍受这样的逼迫 但是这位姐妹就天天必须要忍受这样的逼迫 这样子有多久 大约有八九年之久 那感谢主 这位姐妹很会忍耐 她借着不断的祷告 让她的婆婆慢慢的就好起来 最后就正常了 可是没有想到 接下来换她第二个孩子 她第二个孩子一出生就有问题了 是一个过动儿 就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后来这个孩子在学校 到学校上学 在学校里面制造很多问题 让那个老师伤透脑筋 而且更糟糕的是 这个孩子回到家里根本没有办法做功课 所以这位姐妹很辛苦 她说她每天必须要花七个小时的时间 来陪这个孩子做功课 她曾经只为了写三个注音符号 竟然写了四个小时 真的是很累啊 那怎么办呢 这位姐妹还是逆来顺受 她还是不停的祷告 她还是不停的祷告 她靠着主耶稣 胜过了 这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这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她说她的生命会 她的生命会 她也被决定了 她们的肌肉 而更不幸的是 她自己也被传染到了 这真的是苦上加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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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苦上加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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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呢 她只好忍耐着陈受 接受那个治疗的痛苦 而且她还要照顾自己的公公 又生怕传染给自己的孩子 所以那个肉体上 精神上的压力很大 这样大概又有九个月的时间 不但是这样 在这段期间她自己又得了子宫肌瘤症 动不动就是大量出血 大概有七个月之久 很感谢主 这位姐妹很有信心 这位姐妹也很会忍耐 她真的很会靠主 她就藉着不断读圣经 不断祷告 圣果 所以很感谢主 这些问题最后通通解决掉了 她才把见证写在圣灵月刊上面 但是我们发现她所经历的苦难 真的是又苦又重 而且是接二连生接种而来 那么为什么她会遭遇到那么多的患难呢 我在想连她自己也认不清楚 因为有很多人对受犯难这件事真的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人对受犯难这件事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点 第一点 神既然是慈爱的 那么为什么神会让人生那么痛苦呢 第二点 我们常常说信主的人是蒙了神的恩典 那么我们看到既然蒙了神的人 为什么有时候也有苦难呢 第三个疑问 如果说患难有特别的用意的话 如果是患难有特别的用意的话 为什么神不清楚的明白就是当事人呢 但是为什么神不清楚的明白就是当事人呢 但是为什么神不清楚的明白就是当事人呢 第四个疑问 这是更令人难解释的 就是说神既然是公义的 那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恶人 那为什么人的选择呢 为什么甚至少的愉择呢 我们参考一节聆相识 我们参考一节聆眼 看10篇73篇 我们参考一节聆眼 zn看10篇73篇73 业劳 gran识 请看诗篇七十三篇第二节。 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神,我的脚险些滑铁。第三节。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第四节。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量却也撞死。第五节。 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招哉。第六节。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向上,强暴向衣装遮住他们的身体。第七节。 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第八节。 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至高。第九节。 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蛇毁谤全地。第十节。 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十一节。 他们说神只能晓得至高者岂有之事呢。十二节。 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变家政。十三节。 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故。十四节。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成受惩治。 这是自古以来的神学难题。 既然我们说神是公义的。 那么,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呢? 为何恶人反倒想亨通呢? 虽然我们看到恶人很骄傲又很强暴啊。 而且常常毁谤欺压人啊。 甚至用嘴巴卸毒神啊。 但是为什么他们常常得享安逸啊? 为什么他们是不是亨通呢? 为什么他们财宝增加了呢? 为什么他们能够心狂体胖呢? 为什么甚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呢? 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神都没有在看吗? 反过我们看那些义人啊。 那些义人虽然非常敬畏神啊。 每天很虔诚灵修自己。 不只洁净自己的心。 天天还洁净自己的手。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遭遇灾难呢? 好像每天都受神惩治一样呢? 甚至有的一生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神就好像根本不理会他们啊。 你怎么会这样呢? 你怎么会这样呢? 那这种情况真的很难让人理解。 那这种情况真的很难让人理解。 神既然是慈爱的。 神既然是公义的神。 为什么神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这种事情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心怀不平的。 甚至于会让人跌倒。 因此我们对患难的道理的确实必须要更进一步去探讨。 因此我们对患难的道理的确实必须要更进一步去探讨。 到底患难的奥秘在哪里? 我们需要知道? haar真正的用意。 关于奥秘密的意思。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苦难的根源。 首先我们想想为什么人会有那么多的苦难。 pensemos un poco por qué el hombre sufre en este mundo veamos el libro de Romano veamos el libro de Romano capítulo 5 capítulo 5 versículo 12 Romano capítulo 5 versículo 12 Romano capítulo 5 versículo 12 si la mayor tragedia del hombre es enfrentarse la muerte entonces el hombre se enfrentan a una realidad que no puede ser refutada esta realidad consiste en de que el sufrimiento está íntimamente ligada al pecado porque los hombres se revelaron contra Dios porque los hombres pecaron entonces el pecado entró a este mundo y el precio de pecado es la muerte entonces la muerte le llegó a todos de esta forma también se viene el sufrimiento veamos el libro de Génesis veamos el libro de Génesis capítulo 2 Génesis capítulo 2 versículo 8 Génesis capítulo 3 versículo 24 yúse 每天都活在神的爱头 每天都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在这种环境底下根本没有哭乱这个字 只可惜好久不长 没有多久,阿达下了犯罪啦 他们违背了神的命 中了魔鬼的轨迹 于是罪就入了这个世界了 请看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的十四节 主神对神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也受更胜 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十五节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十六节 又对女神说 我必多多加征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十七节 又对牙上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十八节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 十九节 你必汗流满面菜的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成土 人要归于成土 人既然犯了罪 那么罪就入了这个世界 于是咒诅就跟着来了 entonces se vinieron con el pecado las maldiciones no solo que la serpiente fue maldecida Adán y Eva también fueron maldecidos 甚至连土地 那个地都受了咒诅 inclusive la tierra la tierra misma fue maldecida 于是 苦难就在这些咒诅当中 因运而生了 entonces de tantas maldiciones surgió el sufrimiento vemos que Adán y Eva no solo fueron expulsados del huerto de Edén sino que no pudieron volver a este huerto 他们因着罪 使人跟神的关系 隔绝了 他们因着罪 使自己 跟生命的源头 中断 o sea por la causa de este pecado se interrumpió ellos la relación de ellos con la fuente de la vida en esta situación ¿cómo puede no tener 苦难? entonces bajo esta circunstancia ¿cómo puede el hombre no tener sufrimiento? es algo que sí o sí puede tener no solo que el cuerpo del hombre va a sufrir también su alma y su espíritu sufrirán sobre todo cuando una persona cae en el dominio del diablo entonces este hombre sufrirá mucho no solo que es así en最後 还要 面對 死亡 de 危 además el hombre tiene que enfrentarse a la muerte no solo la muerte no solo se refiere a los corporal sino que el alma también un día morirá entonces yo te pregunto una vida así como puede ser no dolorosa es verdad la vida es sufrimiento la vida es pura amargura es una vida llena de amargura es así realmente es así 難怪 我們常常 才會這樣說 por eso que siempre decimos esto siempre decimos de que la vida del hombre es como un mar de amargura 一点 es así realmente esto es totalmente comprobable no importa quien eres lo vas a tener que enfrentar a un día nadie puede caparse de esto ¿por qué? la razón es muy simple la razón es muy simple y por qué los hombres nacieron en este mundo pecaminoso porque todos los hombres crecieron en este mundo pecaminoso por eso no importa quien eres naciste con pecado 更糟糕的是 不管你是谁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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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 eso no importa quien eres no importa cuanta cuanto años tienes no importa quién sos naciste con pecado en este en este en este por eso en esta bajo esta circunstancia es inevitable el sufrimiento 甚至于 我们可以说 苦難 本来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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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demos decir que el sufrimiento es algo ya natural vamos 参考 诗篇 90 篇 veamos sabemos 90 veamos salmos capítulo 90 第七节 versículo 7 salmos capítulo 90 versículo 7 90 de 第七节 salmos capítulo 90 versículo 7 我们 y 你的 怒气 而 消滅 y 你的 愤怒 而 惊 惊 第八 你 将 我们 的 罪 念 摆 在 你 面 前 将 我们 的 隐 摆 在 你 面 光 之中 第九节 我们 经过的日子 都在 你 震怒之下 我们 度尽的 年 岁 好像 一生 叹息 第十节 我们 一生 的 年 日 是 七十 岁 若是 强壮的 可 到八十 岁 但 其中 所 惊夸的 不过 是 劳苦 愁烦 转眼 成空 我们 便 如飞 而去 这是 神人 摩西 的 祈祷 摩西 是一位 相当 有智慧的 智慧人 他当过 埃及 法老王的 王孙 他享受过 埃及 王宫里面 的荣华 富贵 不是只有 一两年 而是 四十年之久 那在这一段 期间 他更学过 埃及人 一切的学问 所以圣经说 他说话 行事 都很有才能 那么 这么一位 具有智慧的 智慧人 当他晚年的时候 当他回头 看看 自己的人生 他却发现 人生 不只是 苦短 顶多只是 七八十年 就过了 好像一生的叹息 一转眼就不见了 更糟糕的是 人生的结局 相当空虚 到最后 真的没有什么 可以夸口的 真的是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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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为什么人会 变成这个样子呢 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 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啊 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啊 结果不但神生生气啦 不但是离开了神啊 而且还中了魔鬼的诡计 掉进魔鬼的陷阱里头 我们请参考 我们请参考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 恶者手下 因为人有罪啊 人就得不到神的保护了 那么很自然的全世界 就因为这样握在魔鬼的手下 成为魔鬼的罪奴啊 任由魔鬼来宰割啊 你说在这种情况底下 怎么会没有苦难呢 这是不可能的啦 人不只没有办法 摆脱苦难啦 而且有时候 是苦上还要加苦 有时候难上还要加难 这是一定的哦 尤其是在漠视罪恶 深重的世界里头 更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发现 为什么有的人 莫名其妙就得了病痛 而且很多病都是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什么病 而且那些病毒是越来越重的 越来越多啊 越来越多啊 神既然是慈爱的 为什么会让人生那么痛苦啦 其实问题不能怪神啦 问题不在神本身啦 神本来的用意也不是要这样的 问题来出在人自己啊 因为人犯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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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罪的供价就是咒识 就是死亡 更因为人犯了罪 因为人犯了罪 而罪死人 没有办法再得到神的保护啦 死人变成魔鬼的罪毒啊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 苦难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人会有那么多的苦难 答案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人有罪 因此要解决人生苦难的问题 绝对不可以只在那边怨天尤人啊 也绝对不可以只在那边哀声叹气啊 那是没有用的啊 我们必须要追根救敌 对症下药 把这个根源除掉 这样才有办法 意思就是说 要彻底解决人罪的问题 这样才有办法 那问题是怎么解决 只有一条路的 我们请看格林多后书 先看格林多后书第五章 格林多后书第五章 二十一节 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神是那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啦 有罪的人 当然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啊 同时也没有办法解决别人罪的问题啊 就好像一个负责累累的人啊 他当然没有办法解决自己跟别人的债务啊 这就是一定的道理啦 因此神必须拆弃主耶稣 道成救生来到这个世界 让那个没有罪的主耶稣 为我们成为罪啊 这样才能够彻底解决人罪的问题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 从第四节到第六节 五十三章第四节 五十三章第四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愤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第五节 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看到主耶稣 他真的是用他的无罪 来替我们成为罪啊 所以他不只是到成功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还要为我们的罪 成为罪犯了 为我们受许多痛苦啊 甚至最后还要为我们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他的保险 为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啦 让我们的罪得到彻底的解决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解决人生苦难的问题 我们才能够因为主耶稣所受的心怀 得到平安 更能够因为主耶稣所受的病伤得到医治 这个就所谓的福音啦 是主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大好的信息 因此圣经才这样预言说 我们看以赛亚书61章 请看以赛亚书的61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节 主神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神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煎熬 第二节 报告神的恩怜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伤的人 第三节 四 罚官与喜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由代替悲哀 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称为公义术 是神所在的 叫祂得荣耀了 今天只要我们肯谦卑下来救进神 今天只要我们能够凭着信心 来依靠主耶稣 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 为我们救助 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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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救助 那么主耶稣的大好信息 就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更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座 更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座 不管是已经信主的信徒 或者是刚来募到的募到朋友都一样的 主耶稣要避免那些伤心的人 要释放那些被罪的侠子的人 要拯救那些被魔鬼捆绑的人 主耶稣更要安慰那些心灵忧伤的人 因为主耶稣要担当我们一切的苦难 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到意外的平安 在台湾有一位弟兄他姓宗 在他姓主之前他家里很不平安 他是一个军人 算起来生活蛮不错的 所以后来就结婚了 找了一个理想的太太 没有想到他结婚不久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太太就发疯了 那魔鬼就附在他太太的身上 让他的太太从一个正常人 变成一个神经病 常常失去理智 有时候根本不省人事 不但没有办法正常做家事 而且还把整个家庭弄得乱七八糟的 有时候坐在那边就胡言乱理 不知道讲什么 有时候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就不能够回家 甚至有时候会出手打人 而且力量还很大 这位先生当时还没有信主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想也想不到自己 所信爱的太太是这个样子 怎么办呢 这个做先生的真的非常痛苦 可是又没有办法 看医生也不是啊 没有办法 可是要打针啊 也没有用的 要送到精神病院又舍不得 到处求神拜佛 也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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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真的没有办法 这位先生他每天还是要上班 没有上班家里怎么生活 太太又这样 她又怎么上班 所以真是一个很大的苦难 不只是这个太太本身很可憐 她先生也很可憐 最后不得已啊 这位先生想了一个很无奈的办法 就是每天上班以前 先把她的太太绑起来 绑在家里面的一根柱子上面 就这样绑一整天 一直绑到这位先生下班回家 再把她的太太放开 你说这种夫妻生活像什么 真的很痛苦啊 我们说真的好像度日如年一样 一天拖过一天 一天拖过一天 一点盼望都没有 甚至有时候就想自杀 近乎绝望 不过很感谢主 人的绝路常常是神的起头 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办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在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 碰到我们教会一个老姐妹 这个老姐妹年纪很大 也不会讲什么很深的道理 只是这个老姐妹住在她家附近 他常常从他家门口这样过去 就看到他太太被绑在柱子上面 这个老姐妹看到这种情况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 所以她有关情 所以她有关心 所以她就把他送了她 就把负 osoby送给她 就把负贵给她 就把负贵应布 就把负贵的人给带到教会来 请教会的圣子 人员 弟兄姐妹 帮助带祷 那感谢主 这位先生 原来是没有神的 无神论的 但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太太 爱心也能生信心 为了爱所以就有信心 所以就把他太太带来 刚带来的时候不是很顺利的 第一天这个太太 没有办法做的听道理 所以第一天聚会的时候 先生在会堂里面 追她太太 她大家套着跑 她就在后面追 那个先生不会信 大家也不会信 继续祷告 第二天再带来 第二天她太太就比较好了 大概可以坐半个小时 没有关系 继续在祷告 而继续祷告 到了第三天 她的太太就坐了一个小时 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 她太太就好了 后来他们夫妻两个 就收起归日主的名字 他们真的在主里面 得到意想不到的平安 为什么 很简单的 因为主耶稣解决了 那个苦难 最根源的问题 就是解决了他们的罪的问题 就是解决了 最后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 第一节到第五节 路加福音 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十三章第一节 正当那时 有人将比达多 使加利利人的血 掺杂在他们记忆中的事 告诉耶稣 第二节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比重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制害吗 第三节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第四节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 压死了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 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更有罪吗 第五节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真的有很多人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 就落在苦难当中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时候 并不是因为 他们个人的问题 换句话说 并不是因为 他们的行为 比别人更坏 而是因为 大家都活在罪当中 而罪的供价 本来就是这样的 罪的供价 就是咒诅 咒诅底下 就有苦难 最后就是死亡 因此这是一个 恶性的循环 是世界上 很普遍性的问题 是一种问题 这些人 遭遇了不幸 只不过是 冰山里面的 一脚脚而已 他们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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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 他们缺乱 是一群人 在这些问题 因此 神让这些事情 发生 为了 因此 提醒我们 大家 是 提醒我们 这些 还没有 遇到患难的人 让我们了解 罪恶的可怕 让我们能懂得确实悔 懂得归向主耶稣 靠着主耶稣的保险来洗净我们的罪 这样我们就能够脱离苦难 我们就能够脱离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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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来唱一首诗 然后一起来祷告